字幕君 大家好 非常高興又到了我們英文諺語的時間了 那麼今天的英文諺語 要跟大家介紹是 A Rolling Stone Gathers No Mos A Rolling Stone Gathers No Mos 好 那什麼叫A Rolling Stone Gathers No Mos呢 當然很多人就在猜了 到底這個究竟到底什麼意思呢 我們先從整個句子的單詞 幾個比較重要的單詞來解釋 a rolling 這個roll是滾動的意思 當然它加ing就變成一個形容詞 來修飾後面的stone 一個滾動的石頭 a rolling stone gather's 當然整個句子的重心在這個地方 是動詞叫做句集 gather's gather's 像我們以前有一個字叫the gator 聚集 gather's 動詞 no 當然否定 mose mose是青苔 青苔 a rolling stone gather's no more 好 不錯 一定有人想出來 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一個滾動的石頭 聚集沒有任何的青苔 a rolling stone gather's no more 這個意思呢 叫做 滾石 不生胎 滾石不生胎 滾石不生胎 好 那麼什麼叫滾石不生胎 或者我們叫轉業 轉行業 轉業 不聚財 轉業不聚財 滾石不生胎 那麼從字面上呢 叫做滾動的石頭 不會生成這個所謂的青苔 也就是你這個石頭 動不動去的話 你沒有辦法固定這個地方 它下面就無法形成青苔 就沒有辦法穩固 日積月累 而形成青苔 那麼 這就隱身我們人 在做某一種行業的時候 你必須日積月累 一步一步 逐步step by step去做 慢慢的 你就會從中 這個得到一些知識經驗 而慢慢的累積 而成功 但是如果你經常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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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滾動的話 滾來滾去滾來滾去 或者我們現在經常換跑道 一下這個做 做這個 這個吃的生意 一下又轉而做別的工作 一下又做這個 一下做這個 365行 行經常換的話 就無法 這個 在某一個 這個 這個專業領域裡面 去逐漸逐漸的擴大 所以這個叫做 滾食物不生態 轉業不聚財 轉來轉去 轉來轉去 總沒有辦法 在一個領域裡面 發達成功 所以 這個是一個非常 這個 寓意深遠的一個 這個 所謂的 英文業語 所以說 我們說 A rolling stone Gatters no more A rolling stone Gatters no more 所以如果你看到一個朋友 他經常換 換跑道 換來換去的話 沒有辦法在 一個工作上 穩定的持續 發展的話 那麼你就要勸他 A rolling stone Gatters no more A rolling stone Gatters no more 當然如果他是在某一個 跑道上 真的遇到瓶頸 想真的 從另外 這個跑道來出發的話 那是經過深思熟慮 那當然就 有不一樣的一個 這個看法 但是如果是 這個 無童蒼蠅 換來換去 換來換去 沒有辦法一直固定的話 那麼就符合了這句 A rolling stone Gatters no more A rolling stone Gatters no more 滾石不生態 轉葉不聚餐 好的 那我們今天的這個 英文業語都進行到此 也希望 大家覺得 對你有幫助 別忘了訂閱 按讚 分享 並隨時開啟小鈴鐺 接收到我們最新最新的英文業語 OK